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是星期馬 上一個星期也有不少大賽舉行了 我想令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巴特殊 而一個破紀錄時間55秒62勝馬 來到今個星期大賽方面反而比較少 所以今集內容的話題也會比較輕鬆 首先想和大家預告先 因為下星期我們將會在香港看到越洋轉播的賽事 看到新加坡那邊的馬 所以到時也會有越洋的買定離手 會在下星期出街 但是同時下星期也會再做今天是星期馬 至於下星期的越洋買定離手 我已經邀請到當地新加坡的一位平馬人 會上來和我聊聊天 到時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我的影片 也可以從中一起贏馬 澳洲圍省那方面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其實實施一個叫做第四級的限制 一路會去到九月中 其實對於當地的賽馬來說 雖然叫做短暫性的影響 不算是太大的 因為當地的馬現在來說 都是繼續跑的了 不過說到之後開始的春季嘉年華 其實就會受到很大的一個考驗 其實現在坊間都一直有個謠言 今屆墨爾本杯全民有機會會停辦 因為沒有外隊馬來參加的墨爾本杯 就不是墨爾本杯來的了 不過暫時就說明了 那些馬其實可以照樣來到澳洲那邊 但是就不可以有工作人員陪同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其實這個條例對於譬如說 OTI Racing或者是 Australian Bloodstock那邊來講 都補什麼大問題的 因為其實他們有時候都會把外國馬 帶到澳洲之後 就會入籍到澳洲那邊的馬房 不過大馬主Lord Williams 今個禮拜其實都說到 雖然他很想可以在這個春季嘉年華 贏一些大賽的 但是如果好像剛才所說的 工作人員不能夠同行的話 其實他就不會帶太多的外國馬去澳洲 其實暫時距離墨爾本杯 還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一切現在來說都算是言之上早 不過我始終都十分之希望 Racing Victoria那邊 可以盡快做一個決定 因為大家都相信有印象的 早陣子杜拜世界杯 差不多外隊馬去到當地 才決定取消 其實這件事會非常地影響 一些馬 餘下來日子的部署 所以如果Racing Victoria 可以在十月之前做一個決定 起碼可以令到外隊馬 又或者是本地馬 可以預備一些後備的方案 到時就不會搞到黏黏亂了 大家平時看跑馬 好像就很簡單 或者大家都可能會想知道 那些馬除了比賽以外 究竟他們平時的生活是怎樣呢 也可以帶大家看看 講到澳洲那邊 因為今個星期 都有很多明星馬出來試襲 為了賽季開始做好準備 一看一看片 華里納馬房那隻雍容耳啞 今個星期試襲輕鬆 跑完第四之後 馬房立即和他找人安排 做一些康復治療 按摩 目的其實都是可以令到這隻馬 叫做消除疲勞 另一方面 有時經常都會說到一隻馬很自亂 很green 究竟對於這個問題怎樣處理呢 當然不可以隨著時間改變 這樣 其實當那些馬 跑完之後 會即時 有一些量身頂做的方法 去協助一隻馬 慢慢成長 慢慢進步 看看這隻日本馬 日本兩歲馬 reframe 初出就贏馬 其實都引起當地很大的回響 因為其實他贏馬的姿態 都挺誇張的 入到直路之後 不斷地外閃外閃 甚至乎 閃到出去移到最外難的位置 但是 都是可以贏到馬 這個情境 都會令人聯想起以前的榮進之光 都是差不多這樣 這一匹馬 其實出自父系 就是美式法老 至於母系 careless jewel 都是group one winner 但是 就看回一張照片 原來這一匹的careless jewel 就比較 好像黃金船 和榮進之光 都是一些癲癲的馬 當然 幕學都知道 其實這隻馬 這樣贏法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始終外閃的情況 實在太嚴重 雖然也是贏 但是 當地競賽小組 都有要求 這一匹馬 都需要改善壞習慣之後 才可以繼續出賽 由於這一匹馬實在是太過治亂 太過green 所以 都有一些安排的治療 去幫它改善這個問題 就可以看一下這個片 都做到一連串的治療 其實呢 之後可以做一個比較 看一下 接受完治療之後 其實有什麼改善呢 我們看一下reframe 其實它走路方面 整體來說 都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步伐順暢了很多 所以 文曆威早前7月3號的時候 奇奇哈馬的時候 就跌下來 都要跌倒了 直到現在呢 其實都說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不過這一位支特騎士 暫時來說 都挺嚴重 紙巾仍然仍然在昏迷中 早陣子 到了騎士經理人 Patrick Gibson 為他發起了一個眾籌 当时就说希望目标可以筹到10万元的欧罗 其实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 但是始终还没够 而马圈也有很多骑士都不断帮忙 当中成为7月英国最佳骑士的范逆伦 范逆伦的儿子也伸出援手 他拿了这个最佳骑士奖 其实可以获得1000英镑的奖金 他就决定将一半捐出来协助文力威 而戴图里和莫艾成也有带头联同不同的骑士 出钱之余也有出力 他们其实拍了一段视频 就叫做Gaswell Soon Philip 希望可以打打气、信片 也是希望各界都可以继续出钱出力帮忙 至于曾经来香港拆骑过的骑士韦涛里 他现在其实就在韩国那边做一个拆骑基地 他也有一个决定 就决定了将今个星期 骑马赢得出来的奖金 全部百分百捐给文力威 其实马圈都真的挺有爱的 大家有时候都需要明白 骑士这份工 确实是赚很多钱的 但都真的赚命薄 所以有时候都要尊重一下他们 文力威这个众筹基金的网址 我就放了在影片的描述 大家如果有心的话 都可以像我这样 出少少力捐少少钱支持一下 来到今个星期的焦点赛事 第二就是在却拉马场上演的一级赛凤凰錦标 来看近年赢凤凰錦标的马 其实质素方面也有差不多 例如去年金衣公子 前年的灯广告 和2016年的巴洛妙笔 来到今年的话题 并不是说最近六年赢了四年的我白人 反而想说一对新的宿敌 他们又会再次碰头 说到的就是今场两匹评分最高的马 分别就是海王胜家和北日暴风 这两匹马第一次碰头的时候 就是在皇家雅士谷赛期的 赛事那边就是由海王胜家赢马 而那只北日暴风当时初出的 跑得挺不错的 跑到第六名回来 结果北日暴风再出都可以轻松赢马 他们之后在法国的上帝衣马场那里斗过 四只马出赛的场合 北日暴风成为全场最冷门 但结果都可以以一个短马头位 击败了海王胜家 北日暴风这一次 其实是补出来跑这一场的凤凰錦标 对上两次他们这一对宿敌对决 就一比一 一人赢一场打和 看下今次相信应该都会斗得很精彩 这一场赛事就将会在星期日上演 同一晚在法国多维尔马场 就会上演一场一级赛 几义斯大赛 今年几义斯大赛的阵容 都算是近几年以来最好看最强的一批马 先说Earth Lights 今次了 其实今年的部署方面都算是比较谨慎 看来高多芬都可能希望这一晚可以慢慢玩 今次就是Earth Lights 今年第一次跑一级赛 其实对手方面都不开玩笑 同样高多芬 蓝色三的太空蓝钓 最近的状态都很好 看见一只马转了三岁之后 明显有一个大幅进步 当然 另外就有哈楼约升 和金将汉国 当中金将汉国其实两岁的时候 和Earth Lights比较过两次 都是输的 不过一只马转了三岁之后 明显进步 先赢了长英联邦杯 然后再在七月杯那里 都跑得挺好 跑了第三名 如果是单看一个进度 其实金将汉国有机会反先 Earth Lights也不出奇 而今次新加坡的赛事 也有一批焦点 值得大家留意 如果大家有看我说 都会知道 地獄火 将会在星期六 在克兰之马场里 出现一场三班千二米的草地赛事 地獄火暂时跑过五次 当中赢了四场 上一次虽然他只能跑第二名回来 但是看他之后 復活那些试习的走势 十分出色 所以我也是十分期待地獄火的表现 来到Ask Green这个环节 今次会答到两条问题 之前也看到观众朋友留言给我的 先回答第一条问题 有一位朋友问到一只总马 Galatine的两批紫字 分别是喜气绵绵 和海伦至宝 问一下我如何看他们的前景 甚至乎他们的路程 场地 究竟是如何评价呢 其实就统统地这么说 Galatine在香港的紫字方面 都可以看到 全部跑得比较好一点的 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毛色 跑得好一点 充闻不凡 勇冠王 帝豪宝贝这些 毛色方面 全部都看到是祖色毛 换言之 即是和他父系Galatine 就不相似 因为Galatine本身是一匹灰马 那如果 像老豆 灰马 又会是什么环境呢 都有一只马会赢的 讲到就是奇妙恩典 不过就要留意 奇妙恩典赢了 都是赢了五班的菊草赛池 那个实力那方面 绝对是比较顺色一点的 另外呢 譬如就问到的 喜气绵绵 海伦自保 以及另外 他的马也经常说的 红旺 共通点也是灰色毛的 又是在香港 全部都是未懂得赢的 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呢 因为Galatine的指示 通常要跑一些大烂地 才会合适的 来到香港 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总市的马 并不是太适合的 再加上 如果真的好过外形 模式 比较似乎是Galatine的话 其实也真的有个问题在 因为香港看到有几可 可以跑烂地 经常都会跑好地 好像快地 所以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是Galatine的指示 再加上灰色毛的话 就需要考虑一些菊草 又或者泥地的赛事 就是马之乎 其实真的难搞一些 能力方面 不算是太高的 有机会要减分 减到低班才合适 看到喜喜眠眠 其实最近上一季的时候 都会经常跑过一些五班泥地 基本上找潘顿骑一次 其实全程放在前面 报处是万字的一只放在前面 最后 转弯之后也立即收工 可想而知 其实能力方面也确实有限 看看下一季再减个平分 减多一点的时候 会不会行 至于海良自保 下一季就会转仓给伟达 看看它能不能办 不过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是Galatine的指示 灰色毛的话 最好就跑一些泥地 谷草 又或者要减九分才能赢 等下先吧 另一位朋友留言给我想说 英国和澳洲的赛事 在分班方面 和吸制赛方面的分别 其实说一些比较简单方面 入门的说法 其实在看英国的赛事 分班方面分了七个班次 七班就是最低 而相反一班就是最高 但是呢 去到澳洲方面又反转 一班反而是最低 如果数字越大 就代表班次越高 至于先说英国的吸制赛方面 其实呢 英国的一级赛 一定是在跑平榜 也就是Wate for Asia WFA的赛事 所以其实看回英国那边 全英障碍大赛 为什么都会是三级赛呢 很简单 因为就是跑羊绑 所以就未能够成为一级赛 至于去到澳洲方面 比较多的一级赛 都是跑羊绑制度 羊赛来的 这个也是澳洲赛马里面 其中一大特色 这个就比较入门一点 如果大家想再了解多一点 看看你们想知道哪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 也可以再详细深入一点 跟大家讲解 今集就暂时说到这里 下一次星期五 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